菲律宾加码挑衅,不仅要在中国岛礁上建立军事据点,还要起诉中国。那么非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中方又是什么态度呢?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菲律宾谋夺中国岛礁的企图仍没放弃,最近又打上了在南海岛礁上驻军的主意。 15日,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宣称,菲律宾接下来要在侵占的南海岛礁上扩建工程,使其更适合军队住房,其中就包括仁爱礁、中叶岛等9个岛礁。菲律宾军方嘴上说是要改善这些岛礁上的军事和生活设施。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菲方这就是想要在这些中国岛礁上修建军事据点,尤其是在仁爱礁这种菲方正非法停靠的岛礁上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以逐渐实现对中国岛礁的长期侵占。 美媒还声称,菲方将在南海建立前哨阵地,以获取更多海岸防御资产。 为此,菲方除了试图扩建岛礁之外,还打算购买更多的飞机、船只和雷达系统,不得不说菲律宾的幻想还是挺具体的。 但是就拿仁爱礁来说,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不禁让人想问一问菲方。 菲律宾是怎么好意思的?中国岛礁什么时候轮得着菲方来扩建军事据点了? 中非双方已经在仁爱礁发生多次交锋了,中方对菲方的挑衅也保持了极大的冷静和克制。 可是菲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将中方的善意当作是忍让。 值得一提的是,菲方除了要在中国岛礁上扩建军事据点以外,甚至还想要起诉中国。 17日,也就是菲方宣称要扩建中国岛礁的72小时内,有消息称,菲律宾又要去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对中国提起新的诉讼。 理由是中国破坏了南海环境。 并且菲方手里还有证据,虽然尚不清楚菲方口中的证据是什么,但显然菲方就是想要给中国安上一个破坏环境的罪名,试图利用舆论攻击抹黑中国,需要指出一点。 这里所说的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完全就是一所野机法院,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就是该法院在美菲两国窜多下出具的。 而且当时美国拍屁股走人了,就连诉讼费也是菲律宾自己掏的。 可见美国根本靠不住,都说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绳,怎么到了菲律宾这里反倒是一条道走道黑了。 菲律宾也不想想,给中方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就能改变仁爱交属于中国的事实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到哪里都是一张废纸,中国乃至国际社会都不会承认。 对于菲方近日搞出的这一系列挑衅措施,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菲方是真的敢这么干,还是在吹牛。 但菲方需要明白两点。 首先,中菲两国的军事力量非常悬殊,菲方如果真的敢企图实施这一计划,就是把中方逼到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 那么中菲之间的南海争端很可能会演变成军事力量的对抗。 而这场对抗胜负如何?相信马克思当局应该也看得明白,所以菲方最好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挑衅。 其次,菲律宾在南海加码挑衅,其实变相地是在为美国谋取利益,南海局势日渐紧张,表面来看是菲律宾引起的。 但说,到底美国才是那个幕后黑手?而菲律宾只是充当着马前卒的角色。 可马克思当局要明白,美国只是将菲律宾当作其厄华的一颗棋子,断然不会为了菲律宾的利益而与中国起正面冲突。 菲方只顾一味地挑衅中国。 一旦惹恼了中方,菲方又该怎么收场呢?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6日所说,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都是中国的,中方绝不允许菲律宾在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非法的扩建活动,菲律宾最好还是停止挑衅,否则自己把路走窄了,那就怨不得中国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了。 展开谈判 在最近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动中,中国和菲律宾在中国领土上举行了新一轮谈判,在这次会议中,菲律宾代表团对中国做出了四项重要承诺,这些承诺不仅凸显了双方合作的重要性,也可能暗示着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策略调整。 双方首先确认了南海问题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目标,这一共识设定了中非关系向前发展的积极基调。 此外,双方一致认为,保持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并同意南海争议并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 这一点表明,尽管存在争议,但双方仍然致力于寻求更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这些动态表明,尽管中非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菲律宾仍然在与美国和其他盟友保持紧密联系。 总而言之,只有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落实,才是实现南海局势稳定,兼顾各方利益的最好的选择。 中国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希望菲律宾政府能早日看清现实,与各方一同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或许,菲律宾国防部长的气急败坏更多的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 以平息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然而,这种表态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南海问题,还有待商榷,总的来说,菲律宾国防部长的言论引发了外界对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的关注。 然而,他们是否能够以实质性的举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依然是一个需要深入观察和思考的问题,在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问题时。 任何国家都需要审慎行事,寻求既符合国际法又能维护自身利益的解决方案,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需要更多的务实态度和灵活的外交手段,而不仅仅是空洞的言辞和表态。 坦率地说,菲律宾把手伸到中国的内政问题,还有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岛上20万的劳工。 菲律宾一直想拿20万条人命捆绑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是不能容忍的,要从根源上,让菲律宾闭嘴。 除了南海问题上,我们逐渐加力,还有一个要做的,就是如何破解这种利益捆绑。 而后者也势必能够降低,减少未来我们推动统一进程的成本和障碍。 仁爱礁事件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个环礁,南北长15000米,东西宽武,6000米,法里上自古就是我们的领土,即便在摇摇欲坠的清末也没放弃。 1909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曾率福波号、称寒号、郑威号三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到这里巡视宣示主权。 要说的是,别看菲律宾还在闹,仁爱礁已经完全被我国实控,实控的最大功臣是因为没几礁,两者距离只有32公里。 1988年 我国再三,十四海战取得了南沙群岛有鼠、赤瓜、华阳、南勋、主臂、东门六礁时控权。 但因为害怕越南联合苏联报复,大部分海军都撤了回来,不过没几年苏联解体,俄罗斯人撤出了越南金兰湾。 原本和他唱对台戏的美军驻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也就没了存在的必要,撤到了新加坡的张义海军基地。 而这里距菲律宾巴拉望岛本来有190海里,我们实控仁爱礁后,中飞个一半,菲律宾就没法再声索200公里经济专属区了,菲律宾肯定不甘心。 如果想强行拿下仁爱礁,要么派舰队把附近海域控制起来,要么重岛建基地,但这两条菲律宾并不擅长,再加上没有法理,标准的三无产品。 然而,此时的菲律宾表现出逆天的创造力1999年5月9日,也就是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军轰炸的两天后,菲律宾趁中国忙于对美交涉的时机,开来了一艘秀气斑斑的马德雷山登陆舰,直接搁浅在仁爱礁的胶盘上。 菲律宾也想了很多损招,比如在运输生活物资时,四代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 虽然大部分被中国海警拦下,但还是有一部分建筑材料被送到了马德雷山号上,靠着这些建筑材料的加固,破船才坚持到了今天,要不然早就解体了。 为了减少食物消耗,马德雷山号只留下一个班的海军陆战队员,除了驻守任务外,主要的工作就是对船体修修补补。